146 《太陽報》 經澳門票收入12.8億超洋任職公司或賺2億 2015年7月7日兩岸 A25 本報信 內地近年經常舉辦大型體育比賽 並出現一票難球現象 國家體育總局有權決定各項賽事的票務代理權 吸引不少外資聘請中國官二代 期望從門票收入中得益 08年北京奧運會共售出700萬張門票 收入高達12億8千萬元人民幣 超洋增任職的全球最大票務公司Ticketmaster中國分公司 成為京奧票務服務獨家供應商後 在售票期間能收取相當於票價15%至30%的服務費 從中至少賺取近2億元 令前年的亞洲足球聯賽冠軍杯決賽中 廣州恆大獲得近1億5千萬元的冠軍獎金 更取得驚人票房 廣州恆大於決賽及之前淘汰賽的總門票收益於1億1千萬元 堪比奪冠獎金 門票收入相當可觀 門票間